读了元代西游记原本才知道的冷知识 1.唐僧的父母在上了水贼刘红的船之后 唐僧的母亲殷小姐觉得刘红不是好人 反遭唐僧的父亲陈光蕊奚落 结果最终陈光蕊被水贼刘红给推入河里 可见不听老婆的话要倒霉 2.陈光蕊被推下河后并没有死 而是被南海龙王救入龙宫 3.刘红冒名当了几年江州之府便辞官不作 后来唐僧长大后 在师父丹下禅师的帮助下找新上任的红州之府于世南告状才杀了刘红报仇 4.唐僧获得唐太宗重用 是因为于世南推荐唐僧求宇成功解了长安汉情 5.原杂剧中 锦兰家沙和九环西账是唐太宗赐给唐僧的 6.原杂剧中并无唐太宗与唐僧结败的桥段 但唐僧取经前去送他的官员都是当朝明人 比如秦琼、程咬金、房玄陵、于世南、玉池宫都到了 也算是摆足了排场 7.玉池宫拜了唐僧为师 唐僧赐玉池宫法名宝林 要按这么算 玉池宫可谓孙悟空的大师兄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原代的这部西游记原杂剧台本吗